一怀孕,老一辈同是借口大妈口中的各种禁忌 还有那五花八门的网络信息,整个人都不好了 搞得孕期提心吊胆的 虽然多数时间孕妈们都是很克制的 但也总免不了偷吃,尤其是以下这四种食物 你有偷吃过吗? 1. 腊食 这类食物容易上火 孕妇上火对胎儿虽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引发的症状会对胎儿有一些影响 2. 泡面、干吃面 方便面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少 远远满足不了准妈妈自身和胎宝宝每天所需要的营养量 3. 西式快餐 像炸鸡汉堡、炸薯条等属于高脂肪、高热量的食品 孕妈妈经常吃此类食品 容易导致体重增加过快 对自身和胎儿发育不利 4. 生冷食物 女性的体质本来救济生冷 尤其是良性的 各位鱼马们 这几种东西你们有偷偷吃过吗?